有一段时间没来这个基地了 看看番茄长得怎么样 有很多人呢 这段时间 因为我们这个番茄是从 七月初开始卖 种了有十几个棚 这是一个扶贫项目 有很多人对这个番茄 这块有很多疑问 今天呢 我先摘着 然后看着这个番茄 跟大家聊一下 我们这个番茄基本上 一二三四五六七 基本上这个番茄是结七色的果 每一个番茄的单果种 基本上就是一百克左右 咱们看一下这个番茄 掰开给大家解释一下 看到没有这个籽 有很多人说这个籽是绿的 说是我们这个番茄是催熟的 其实不是这样子 因为这个品种 它本身就是这样子 我们这个 它长到烂 它这个人都是绿的 如果说吃到我们这个番茄的朋友 应该都能看出来 这个籽啊 这个籽里面的籽已经成熟了 这个就说明这个番茄 它是自然成熟的 并不是说用催熟剂或者说用激素 如果说是用激素的话 它里面可能就没有籽 另外就是咱们尝这个口感 如果说这个番茄吃着没味 就是没有那种酸味的话 那可能它是催熟的 或者说是用激素了 但是我们这个番茄这个口感是非常浓郁的 今天呢也是借这个机会啊 给大家解释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瞑 它并不是说它绿色的 它就是没有成熟 或者说是我们催熟了 用这个激素了 因为这个品种本身就是这样子 大家在吃的时候啊 可以尝一下这个瞑里面这个籽 你咬一下 就有这个感觉 这个籽是已经完全成熟了 所以说呢 咱们朋友们如果说是吃到我们这个番茄 遇到这个绿色的籽的话 你也可以放心 我们是保证绝对没有用激素 没有用催熟剂 全部都是自然成熟 最后呢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啊 有很多朋友尝到我们这个番茄之后 对我们评价也是非常高的 我身后这个是我们去年冬季栽了八亩地的冬桃 看怎么漂亮 都漏了盐了 都漏了盐了 天气暖和了 我没有种过桃树啊 严格来说 连果树都没有种过 所以说呢 在今年种这个冬桃啊 等于说是边种边学习啊 到地里面看 我看土壤有点干了 土壤 看 伤情不是很好 有大神没有 是不是个春季 现在这种情况是不是需要浇税 是不是可以顺便再使得肥 使拿来肥料 可以给我指导指导 帮忙指导指导 然后这个冬桃前几年效益还是非常好的 但是去年冬户都被散了 都被散了 但是冬桃这些话 它口感非常好 比起硬 耐运输耐出色 这是我比较看重的 啊 比起甜度非常高 因为它生长洲鸡肠啊 经历了春季 夏季 秋季 然后才在那里 所以说口感非常好 这是我 决定去年的时候 才栽种这个冬桃 看这八木地 等两年以后 能不能卖个十万块钱一年 十天没有来我们这个番茄大棚了 看看长得怎么样 中午十一点 浇了浇水浇了有十天了 番茄个儿长得不小了一样 看这番茄啊 都不小了 都不小了 一碎果 都不小了 正常一个月 一个月这个番茄 都可以上市了 一碎果 二碎花 二碎花 一看了 三碎花 三碎花花 有点少 现在外面是春天 在大棚里面 是夏天 大了十来分钟给出汗了 番茄它是最容易憋叉的 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外面的叉 一定要打掉 你不打掉的情况下 它还是会吸取更多的养分在里面 你都浪费了 用一个麦去接番茄都行 都要经常大吊 你看都是 憋着 小碎一串 这个番茄 种了是三亩地 再有一个月 采摘上市 到时候绝对让大家吃到 你从来没有吃到 这么好吃的番茄的 大番茄不是小番茄 我这个大番茄 比小番茄口感都好 我们农场经常做一些 免费的肥料 来看一下 我们做的肥料 给大家打开 给大家看一下 看下来 这是已经 一个月了 最早的一批草莓烂果 放了一个月了 这是这两天 我们蔬果 番茄的蔬果以后 那果是都扔到这里面去了 经常是 不断的去更新 先告诉大家 是什么味道啊 闻着 它不是臭味 而是有一种酸酸的 酒糟的味道 酒的味道 昨天一个朋友过来还说 你们自己酿酒啊 这是 这个还少啊 因为前一段时间 我们农场这一块 是没有 哪个果实这一块 采摘的 一般到六月份 五月份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们一次性 像这种桶 都在三四十桶 同时在发酵 这种 那个生产肥啊 一排都是 基本上能够到 将近一年的使用量 这个就是 我们常说的要素 特别适合你家庭小院 或者阳台种植 一些瓜果菜 使用以后 绝对是 无公害的 绿色了 基本上 你种一点的情况下 完全就可以代替肥料 可以多用一点 如果想看这个 怎么去做的话 我以前拍的视频 有详细的一个 制作的一个流程 和方法 说的比较清晰 用棍 搅一搅 让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 看下了吗 这就是 烂管 什么 冰管 等等一些 随时的往里面扔 慢慢都积累起来了 这是昨天 刚刚摘的 蔬果 蔬的番茄啊 这味儿非常好闻 这味儿 也没有大家说的 出现的那种白色的 那种菌状的 那种病菌的东西 没有 我们这个无土栽培 这个番茄 现在已经开始从小拱棚 开始分标了 温度多是 温度震限已经升高了 没有必要晚上再用 小拱去改毡保暖 我们这个无土栽培的番茄 采用的是双蔓 双蔓整枝 每一颗都会留一个小芽 用不了多少时间 这个 这个另外的一个分支蔓 就会和主蔓 长势 是一样的 这样的情况下 双蔓整枝要比 你 单蔓整枝 无土栽培成本 要低一半 你看每一颗都留一个小紫蔓 在这 这个在这 长得很快啊 不用管它以后 留了以后都长得很快 这个在这 然后先把主蔓吊起来 今天下午 就可以把这个番茄苗 给它分完了 无土栽培这些话 就已经开始 管理上走入正规了 大家看 实际上这个就类似于 我们家里面的一盆一盆的 你哪个家里面 用藤蔓番茄的话 你也可以按照 这个方法 去管理 谢谢